江湖有什么样的一个活动,江湖有什么样的结果? 这个当然也很难说了,但是我希望中共要取一个比较理性的态度 现在这些年轻人我们看他们都非常理性,就是不用什么暴力的 他们就是表达自己的思想,自己的诉求 他们的诉求是什么?也不超过那个基本法,不超过一国两族 他们要求的就是实现那个一国两族 就是希望那个中央按照他自己的承诺来活动 所以你觉得是可以接受的? 你都知道他可以接受,他以前接受了吧 他们这种活动会在法国是不是很稀奇啊? 这样子很正常? 如果在法国当然有很多游行社会,但是如果人那么多的话 也不会那么理性非暴力的 我觉得非常奇怪,在香港的社会矛盾也很厉害的 但是虽然这样,但是我们看的都是非常理性,非常和平的一个运动 这个我觉得很了不起的 对,对 对,对 对,对